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蜜妞です 今天来介绍一下台版10张的一些攻略 目录部分,前面先介绍一下打捞 然后再跟你讲10张该注意哪些 然后基本的一个装备、队伍配置 最后是每一关每一关的一个细节攻略 好,首先打捞的介绍 10张最重要的就是打捞这三个角色 这三个角色非常的好用,尤其是神通 它可是雷暴队的核心 那另外两支布鲁克林级的好看又好用 那整个10张都可以打捞这个白皮的驱逐 那10之1还有UNICON跟105 10之2有火弩露露跟金雷达 所以10之2其实算是还蛮CP值蛮高的一个地图 10之3有圣路易斯跟金高屏 所以这边也算是一个蛮CP值很高的地图 那重点,雷暴队的核心神通跟610 也可以一次在这边打捞完毕 好,那注意的事项有哪些呢? 这个地图已经超过了100集 所以尽量去避免跟这个三星大型阻力去战斗 那如果你逼不得已一定要跟他战斗的话 请你利用空袭去削他们的跨射弹幕 因为中间会遇到这个长门跟路奥 他们一旦跨射起来跨到后排 你后排会被点燃而且非常的痛 一次就半条鞋就不见了 所以你要仔细去看一下 当敌方跨射的时候 手动利用独角兽空袭去削他的弹幕 这样可以确保我方后排的一个生存能力 还有之前讲过的 这个地图开始有一些滞空权的问题 当我们在滞空权优势以上的话 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航空伤害 还有额外的命中值以及违避率 那这些东西在推图的过程中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命中值 因为我们这边的敌方的等级杀距没有很大 基本上就已经是我100级他也100级 如果我们没有在命中上面领先的话 我们打驱逐根本就是会打不太到 那基本上我们只要有独角兽在道中 那打王如果配合到两航母的话 基本上可以到达优势 甚至到确保 那我们的航空伤害以及命中率都会大幅的提升 好 再来是装备与队伍的配置 跟九张之前是一样的 战剑的核心就是金雷达加上我们的灭火器 副炮选用152 这两把都可以 那前卫的部分 小海力当然是给波特改 那如果面对到打王的话 会有鱼雷的问题 那可以上一个挡雷版 道中基本上就是维修加灭火器 所以灭火器大概需要 道中后排三个一定要装 又会有跨色的问题 在王队的前排也会被点燃 所以至少你要带三个 而且是驱逐一定必带的 所以保守估计你要六个 当然你每个都带 我也不反对 最好是每个都带 因为点燃初期非常的痛 那你如果实在没那么多的话 至少你要准备后排三个 还有前排三个 那道中辅助就是这些奶妈 那跟之前一样啦 针对驱逐清巡 这种清甲类的敌人 我们使用这种高爆弹 或是说榴弹的武器 有最高的伤害 那再来角色部分 前卫这边也是大同小异啦 基本上你以前用过的角色 前卫拿来拓荒都是很好用的 那尤其是经历过了坠落活动 如果你有明尼的话 你把他练起来的话 他在开拓 或是在日后的周回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角色 那如果有经历堕落的 一样 道中飞这个提尔比兹莫属 他的伤害 以及他的弹度非常的好 那剩下的你可以选用皇家的大骑舰队 那这些都是算可以装备清巡复炮的战舰 那像这种山莉啊胡德啊 还有华盛顿 他们本来就不可能装备清巡复炮 所以面对制暴剑会非常的有压力 除非你要把他丢在boss战 那因为boss战就只有打一场 或许还可以存活下来 如果是要打道中的话 一定是需要用这个能装备清巡复炮的战舰 会是比较好的 还有航母的部分 当然前排自律的话 可以保牌的就是我们的光辉 那做伤害的企业就不用说了 吃喝小佳佳 其实都是不错的一个伤害来源 再来之前也讲过方舟 可以利用缓速 让大炮来增加我们的密中率 还有这边的地图 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对清甲敌人 所以欧罗拉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那海妈的增伤也是有目共睹的 剩下就是背法 背法的榴弹增伤打清甲也是很痛的 所以这几只角色都是很推荐拿去打王的 好 接着我们来进行关卡攻略 首先是10之1的部分 10之1这几个红圈它是毕生的 进场一定毕生这几只怪 所以我们要先打完第一个卡怪的点之后呢 尽量先把我们的王队送到E4这地方 然后再把王队要去打王的路径 所有的小怪清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去打王了 所以先把王队开到这个E4是最好的 好 10之1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 自爆剑火车队 那这个自爆剑很痛 所以我们旗舰一定要装备我们的客跌炮 那另外一个战舰呢 我推荐装152连装炮 这样一来我们根本不用去理会这个自爆剑 它可以被我们的战舰副炮直接射船 那前面我推荐用炮巡 这样如此一来你根本就是不用手动 你只要摆在这个驱逐的前面让它射就好了 那当方舟起飞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大炮去瞄准我们要打的目标 所以这样子打王方式是非常的轻松协议 好 在十之二的部分一样圈圈是毕生的点 所以我们一定会经历过这些卡点的怪物 那一样我们先把卡点怪物清完之后呢 先把王队站在F3 F4 那往后清的过程中 看有没有机会再把王队掉到G2或是G5 那如此一来战怪的地方就不会生怪 那可以减少我们多战的一个问题 那最后打王就是看他出哪一边 我们就打哪一边了 好的 十之二其实很简单 有两个战装型的高雄重巡在那边 再来配合一个驱逐在后排原地回转 这个打法很简单 其实是两个战舰配方舟 先把前方的重巡击杀之后 再来慢慢料理这个驱逐 一样这个减速前面可以囤一堆的飞机 然后到打王的时候一口气释放 把两个战装的重巡杀了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直接料理驱逐了 十之三的部分也是一样 怪都会一定出生在我们交通药道上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底下的这个一六的怪先打完之后 尽量先把打王的队伍先送到H5 如此一来就可以把所有打王陆境上的小怪清完之后 就是一路畅行无阻了 十之三也是一样战装型打法 雪峰弹幕看起来很强 不过还是有漏洞 你只要站在这个红框框里面 包着你不会被打到 能打到你的只剩下的鱼雷 所以前面坦克装备鱼雷板之后 剩下的就是拼命的激火塔 把火力全部设为榴弹 疯狂的激火塔就对了 十之四的部分 它这个比较妙的是 它是五个红圈 随机选四个开场 有可能一开始会遇到两个点卡怪 有时候可能不会遇到 那总而言之 就是先把打王队先占到14 占到14之后 再把这边陆镜上出生的怪 全部都给清掉之后 就可以直接打王了 基本上照这样的模式 是不会有卡点的情况 也不会多战 剩下就是埋伏的问题 如果你被 不小心被埋伏到的话 那可能就必须要多战一次了 好 最后神通的部分 神通最麻烦的地方是它的弹幕 非常的广 而且连色 榴弹打清甲很痛 还会点燃 所以前盘的角色 最好是选用中夹的波特兰 那鱼雷也是非常可怕的 被打下去 基本上是半条命 很痛的 所以装备挡雷板也是必备的 那即便如此之律 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它有可能直接用点吃好吃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利用手动操作 在进王前 尽量能累积两个航母的舰带机 那配合胡德撒弹幕的方式去打我们的神通 那如果你说要边打边躲很困难的话 你可以使用连续点两下自律 它会产生自动瞄准自动发炮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就不用手动去瞄准了 那这边就比较方便 你只要专心去躲这个弹幕就好了 其实也是上下躲就好了 等主炮CT好了 就是点两下自动发炮 海妈雷达启动就丢空袭 这样子可以确保你绝对不会前排全灭 那继续会不会超时就看海妈的表现吧 好啦以上是今天这个十张攻略的一个详细介绍 希望能够帮助你再了解推王的一些细节 然后一些该注意的地方 基本上十张非常的难 对方已经一百级了 所以你必须要拿出一百级的角色 以及全强化的装备去跟他抗衡 然后这边最要不得就是你有D号的想法 所以六船上马 其实绝对是必备的 那之后打到安海之后 想要怎么样D号捡船 那到时候再研究 那如果你实在是推不过 或者是说在装备上有些疑虑的话 那我这边影片后面也有放上一些 我在道中以及推王的一些角色 配置还有装备 你可以去参考 虽然说可能你没办法全部造草 至少在装备的编排上面 可以提供你一些意见 好啦 那有问题在下留言告诉我 那我是草妹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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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